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可能从镜头里看到啊 今天我在的是一个风光一丽的地方 甚至我想 你们有的人可能会猜 蒋老师这一次是不是要带我们去夏威夷啊 我告诉你 真的不是 那你就要问了 是什么地方呢 我跟你说 是日本千叶县的管山市 这个地方我们为什么要来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跟你聊这样一个话题 据说呀 狗的嗅觉是人的嗅觉的一百万倍 那么正因为这样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 培养出了很多搜救犬 还有极毒犬 还有导盲犬 他们呢 造福于人类社会 现在啊 我听说 又有一种新的犬 开始进军到医学界了 他们被称为叫做嗅癌犬 现在呢 在英国 在意大利 在韩国 在日本都有这样呢 嗅癌犬被培养并被使用了 所以今天我到了日本千叶县这个地方 我就是啊 我就是啊 来到的是一个培养嗅癌犬的基地 现在的嗅癌犬呢 他在日本啊 已经和很多医院已经开展了 合作了 更为重要的是 他还被许多媒体报道了 有医院的合作 有媒体的报道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传媒人来说 我就更想去亲身亲自的去看一看 他们现在呢 已经在旁边等待我们了 どうもこんにちは 今日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それではどうぞ はい はい 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お願いします 3番に入れます 肺がんですね 肺がんを 4番に入れます は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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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し よし 今見たら 座ってこっちを振り返ります だからここの方を見て あったよって 今天 我們要采訪的 一位 華人 是在日本 他負責 培訓 培育 臭癌犬 李超先生 你好 你好 那我現在 聽說 您所培育的 臭癌犬 是比精密的体检 能够 还有一些 優越的地方 您能给我介绍 介绍 優越在什么地方 現在 檢查癌症 早期发现 都是通過 X光 透視 CT MRI 或者是 PET PETCD 的這個檢查 這些檢查 原則上 是需要通過圖形 它們缺点呢 都是 已經進入了一定的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或是第四階段 秀癌犬的 優越的地方 就是在進入階段前 癌症的潜伏期 癌细胞在形成的 這個時候 它就發出一種 共同的氣喚 這秀癌犬 它就能夠問出來 據您了解 日本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培養的秀癌犬 您認為 在這個培訓過程當中的 最大的難度是什麼呢 日本在2000年以後 有很多人 很多訓練師 都在開發理想 其中脫穎而出的 就是這位佐藤優二先生 在整個開發的過程中 首先讓人相信這件事情 相信犬能夠判斷癌症 這個理念 花了很長的時間 從社會上 從醫療機關 特別是讓醫師 來相信 全能夠判斷出癌症的味道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條道路也很艱辛 最終我們贏得了 醫師 日本醫師會的認可 使得很多醫師都 認為 秀癌犬 他能夠判斷癌症的症狀 特別是惡性肿瘤的判斷手 有些醫院的醫生 把患者的呼氣 送到檢測中心 來求助我們進行判斷 贏得了他在社會上的市民權 我們現在的中國遊客到日本來 有接受修癌症的檢查的事情嗎 有很多在日華人 他們通過報道 了解這件事情 並且向國內的家屬 進行宣傳 有一些觀光旅遊客人 包括在日華人的家屬 向我們詢問並且做了體檢 目前到現在為止 有三四百人的華人 曾經做過這樣的體檢的數據 您能告訴我 您現在為什麼對這個秀癌症感興趣 而且您也願意投資推廣這個行業嗎 說來話就差了 簡單來說的話有兩點 第一點的話呢 是這個秀癌症我要做這個事業 實際上是為了我一個好的朋友 我一個日本的好朋友 他是個醫生 他患了癌症 他給我介紹的這個家公司 就是這個修癌症的這個家公司 他的醫院就是希望我 能夠跟這項事業有所關聯 那還有一點的話 就是說我的父親 我的愛人都患了癌症 所以我就認為 如果要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的話 就能夠減少患者的痛苦 能夠使得家屬的負擔減輕 您覺得這個秀癌症 未來的這個事業的發展方向 是有什麼 作為一個華人 我參與了這個事業 先進醫療的工作者的這個 能夠接受 而且能夠一同工作 我感覺到非常的荣幸 同時呢 這項技術 它超越了國境 它是一個對人類 整個人類造福的一個事情 現在我們的研究 已經進入了傳感器研究 將秀癌全 找到的各個癌症的器材 做成數據 未來將進入 智能手機天天塞的階段 智能手機 通過電子傳感器 使得我們的塞 變成日常 環球網站 各位網友們 我們今天的採訪 就要結束了 大家剛才呢 跟我一起去看了呢 修癌全的培訓的基地 我想大家呢 也可能會感覺到很吃驚 因為呢 在日本的癌症篩查研究的背後 由我們華僑華人的貢獻 我們今天呢 所見到的李爽先生 就可以印證了這樣一件事情 讓我更為感懷的是啊 李爽先生告訴我 他說他參與這件事情 應該說 只是萬里長征所走的第一步 今後呢 他還希望 利用呢 修癌全 所能夠修覺出來的 各種各樣癌症特定的氣味 他要開發一種 對於癌症認知的 這樣的一種 傳感器 或者叫認知器 那麼這個事情 如果能夠成功了 那麼在於我們 進入到了AI 進入了智能社會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 AI的芯片 來進一步呢 來識別癌症 那麼這種的做法 為什麼 為我們 對癌症的早期預防 和早期治療 能夠進行一個 更進一步的推注 更具體的說 它可以提高 我們生活中的幸福感 好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這個節目再見